這個我們一樣會把每次上課的影片都放在論壇裡面 然後大致上你回去就是稍微做個複習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對有些同學來說是比較簡單 但如果對有些同學來說 稍微如果比較困難一點的話 回去再把它稍微再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有講了一些我覺得還蠻重要 但是一般的書上其實不見得會特別提到的一些我覺得很重要的技巧 包含就是說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那個複選題 那複選題主要來源就是因為我用那個表單的問卷 就Google表單的問卷 那它如果是複選題的話 它就會把資料把它怎麼樣 就是放在同一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中間要加豆點 但問題來了 當我不確定說每個儲存格的數量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變成說我要把它切割開來 那切割資料當然你在Excel裡面可以用那個所有的資料剖析啦 不過資料剖析前提是 你可能那個欄位它會有固定的規則 你在剖析才會是有意義的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我們可以用那個VBA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做SPRITZ 這個SPRITZ我們上禮拜也有講到 這個SPRITZ其實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你要切割的資料喔 剛好是中間有一個固定的分格符號的話 那你只要告訴它說你的分格符號是什麼 那它會幫你把資料切開來 你就把那個儲存格資料丟給它 它會切開來之後喔 丟回來就會是一個陣列喔 特別是喔 比較特殊是陣列 OK喔 那如果說你想知道那個 因為將來我要把資料都讀取出來的話 要跑回圈 因為陣列大部分都會配合一個回圈 把資料讀出來的話 那我要知道說這個陣列喔 到底它的最大編號是多少 比如說我如果有三個的話 那它編號從0開始0、1、2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你用那個UBOUND這個函數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最大是2 那你就跑回圈的時候 你去UBOUND 然後後面刮斧那個陣列 它就告訴你 你跑到哪個編號停下來就可以了 特別注意喔 所以這個兩個函數 兩個通常會搭配著使用 然後會跟那個陣列 還有回圈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對那個VBA裡面的陣列 假如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以稍微再參考一下其他初級 那再配個4回圈 OK喔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呢 把它切割啦 然後大概主要上個禮拜 這兩個函數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講到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班級成績 班級成績總是1、2、3班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從左邊是資料來源 有點像一個table 一個資料表 右邊的話是我要的一個查詢結果 比如一個下拉清單 一班就把一班的拉過來 二班就把二班的拉過來 有點像動態的喔 OK喔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用了一個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功能 因為當然你 如果要用 我舉了一些 你可以用Excel裡面的函數 不過Excel裡面的函數實在太複雜了 通常即便可以做到 但是我覺得我也理論上 我自己是覺得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那個方法實在是太複雜了 倒不如用VBA來寫 但用VBAI寫的話怎麼寫 其實基本上啦 反正就是不外乎就一個回圈嘛 有沒有 For I等於哪一列 有沒有到哪一列 那範圍幫我查一下 是不是比如說我下拉清單是一班的話 那就把一班的資料搬過來 那搬過來的方式的話 除了說你可以一個儲存格一個儲存格搬之外 我又多講了一個滿重要的一個方法 叫什麼呢 叫做Copy的方法 OK 特別注意喔 Range裡面的點Copy方法 非常好用喔 這個方法就等同於你在Ctrl-C、Ctrl-V 你只要告訴它什麼 前面就是告訴它你要Ctrl-C的範圍 所以通常會是一個Range 哪個Range 比如說它從A5 B5然後可能到H5的話 這個範圍點Copy後面的話 你只要跟它講一個 你要Copy過去的不用跟它講哪個範圍的全部 你只要跟它講Core過去的那個範圍的第一個儲存格 左上角的 它就幫你Core過去了 這個方法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說我怎麼方法可以取代我常常Ctrl-C、Ctrl-V呢 答案就在這裡了 Range裡面的Copy方法 但是很多人其實還不太會用 我是建議這個可以再把它收 因為將來的話我們蠻多地方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幫我們完成很多的事情 包含什麼呢 包含像後面會講到的那個工作表的合併 跟工作表的分割 合併跟分割 很多地方其實就是整個範圍 你要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那就用Range.Copy的方法 其他的話當然我們還有講到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資料通通都在 不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而是放在另外一個或多個工作表的話 那我需要了解什麼 跨工作表的應用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能又需要了解一個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叫Shits 有沒有 那如果新稱的話是Shits.add 有沒有 add後面的參數 一定要跟大家講是After還是Before 通常我們是放後面 所以After 冒號等於 然後跟大家講說哪一個 所以通常是最後一個的話 Shits.com 這個上禮拜雲端上有 如果你假如不太熟悉的話 今天回去再看一下 因為這還蠻重要 未來還是會用到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 做資料的分割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新增 因為你要把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資料才可以放過去 另外的話有新增就會有刪除 怎麼樣把資料刪除 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篩選 特別注意篩選是什麼 比如說要找一班的話 那我要怎麼把一班的資料留下來 二班跟三班不要留下來 這個時候啊 所以篩選其實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你要怎麼樣 你要查詢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用篩選 篩選它叫Auto Filter 不過其實跟資料庫 如果相關的話 其實資料庫裡面應該叫查詢 就Select 查詢 不用要查一班的 一班的 把一班的全部留下來 然後查到之後把那個範圍 再配合什麼 點Copy的方法 就可以把資料摳過去了 OK 所以上個禮拜 如果你對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以再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那影片連結就在這裡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影片這邊連結 那總共有十段影片 OK 不過好像有同學跟我講 也是一樣之前問 因為我常常忘記說 其實我將來自己會把自己錄進去 會放在這裡 OK 有時候可能剛好VBA的畫面在這邊吧 所以可能會造成什麼 這一塊會被遮到 OK 所以這個也是滿兩難 如果要把自己錄進去 又要不遮住 可能要時時提醒我自己一下 要不然的話 可能就是要把自己再稍微縮小 可是這個縮小的動作 需要自己手動 因為為什麼我這邊可以直接就有那個 是P字轉檔 它就全部幫我放一樣大小 但如果我要把它縮小 我變成我要手動 我要一個一個慢慢 一個一個轉檔 我就沒辦法用P字轉檔 這也是比較兩難的地方 OK 沒關係 這個地方我是當然盡量 求一個比較好的學習效果 所以如果有一些影片 假如說還會遮住的話 那不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課同學是有雲端 所以你可以再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像我剛剛講的這些程式 雲端上都有 有沒有 包含就是新增工作表 add 有沒有 add 冒號等於 sheets sheets.com 這個 我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回去自己再重新動作 不是說複製貼就OK了 你一定要把它重新再打過一遍 OK 才是真的是會 不然的話說真的將來要用的時候 你還要再想一下 其實可能就會緩不計其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刪除 另外就分割了 那再來的話 今天後面的部分 我們第三個單元 主要是要講到 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OK 那資料庫的部分其實就會 所以相對的我是覺得難度會稍微又更高一些些 所以我們乾脆直接用上個禮拜的範例來做練習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希望怎麼樣 如果可以把123班 也許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放到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底下其實都有範本 OK 那以後如果你對於把資料放到資料庫有這個需求的話 底下的話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還是需要學會幾點 第一個 至少一定要 如果我們是用SS的話 像這個預設SS它比較麻煩 比較簡單是因為 它已經有內建驅動程式了 不用再做任何安裝 因為他們是同一家公司的 直接引用就好 Provider它這個驅動的軟體都已經有了 不用安裝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MySQL 或者是說Oracle 或者是說別家的資料庫 不是微軟的 那你就要安裝一些所謂的驅動程式 才有辦法做那個資料的串連 另外還有一點 這個也是比較麻煩的 就是你的電腦裡面必須要有安裝這個東西 SS 因為如果你沒有SS的話 你就沒辦法建一個資料庫 去放你Excel過來的資料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因為大部分人的電腦應該都沒有裝這個東西了 所以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如果前提是你已經有SS 是也OK的 不然的話就是說要用別的方法 就是可能用免費的 如果假設你們公司又不願意花錢買SS 但是又希望使用資料庫的話 那可以用另外一個就用MySQL OK 不過MySQL的話變成說 因為它不是微軟的 變成說它會有很多地方 其實還蠻複雜的架設動作 另外還要安裝我剛剛講的驅動 如果沒有驅動的話 也沒有辦法連結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是 稍微講一下有關怎麼樣把上個禮拜的 那個123班的資料 幫我把它寫到一個這個資料庫裡面 那請各位試著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待會兒我們來看有關如何把資料 寫到資料庫的整個過程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